本土疫情攀升疫苗需求量增加 现在传出鸿海有意向上海复兴采购BNT疫苗 不只提供给员工施打 也不排除捐给政府提供给其他民众来接种 传出不止鸿海想买疫苗 上海复兴也希望促成疫苗输台 因为北京政府至今仍以副作用为由 不准在大陆施打BNT疫苗 加上上海复兴目前存货已经面临过期压力 因此积极想卖 而台湾就成为潜在可能的最大市场 不过对此鸿海没有正面回应 表示疫苗讯息依疫情指挥中心公告为主 如果能为台湾防疫尽份心力 愿意全力协助 疫情指挥中心从去年开始 各个药厂也好 或是COVEX平台上面 我们都跟这些平台的业者 或是疫苗的厂商 依照他已经可以达到授权使用的部分 那我们有订定的相关采购的契约 陈宗叶表示 疫苗也会陆续抵达台湾 来供应防疫所需 不过过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就曾表示 依台湾与大陆贸易许可办法 及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公告的 大陆物品不准许输入项目汇总表 台湾无法开放大陆制血清 协议制剂 以及疫苗进口 而早在去年10月 东阳董事长林璇 香港雅各城都曾主动透露能提供BNT疫苗 但指挥官陈时中多次强调 尽管法律有解释空间 但疫苗进口与制造核准权限本来就在中央 还是希望中央统筹处理 才不会使疫苗接种政策混乱 如今疫情升温 大家都急着想打疫苗 企业也想尽一份心力 疫苗采购权限是否能有调整 还是得看政府态度 TV新闻 徐某杰 吴轩彤 陈文宏 张贤特布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